产业高度化就像盖大楼一样 并不是你可以在现有的楼层之上加层 你是要把原有的旧楼房拆掉 甚至要把地基都打掉 重新盖了 那么产业高度化呢 必须要求建立企业的退出机制 这个无非是三条路 这个退出一条就是破产淘汰 这样成本很高了 社会成本也很高 第二条路呢 那我们就是死去而活来 浴火重生 凤凰捏排 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第三条路呢 就是资本输出 产业转移 低成本扩展 这条路呢 是一个非常简明可行的路 这个浙江人呢 浙江那些企业 为什么比较英识 这个也跟啊 所谓的角度三窟啊 我看也有关系 这个 看浙江的经济啊 不是一眼看过去 能够看清楚 为什么 你光看GDP是不行 可能更多还要看GNP 这个人们经常讲温州 温州人就说嘛 有三个温州 一个温州是温州的经济 一个呢 是温州人在全国的经济 一个是温州人在国际上的经济 我们现在统计的 所了解的 也都是 在温州的这一块经济 正常参与 国内市场 国际市场 利用国内资源 国际资源的情况 我们并不是非常了解 在引进来的方面 相对来说浙江过去啊 这条腿比较短 所以我到浙江工作以后呢 我就提出来了一个 我们不要 跛脚 要培育短腿 我们这个民营企业 这条腿比较粗 比较壮大 但是毕竟是两条腿走路 比一条腿走路 要走得 稳健 所以我们还要利用 外资 这条腿 培育壮大墙 不要说 浙江我们有钱 还有一些钱 现在放在银行里头 在那 低息的储蓄 用不完 不需要外资的钱 我们引进外资的 本质 不在于引进 国际上的 先进的管理 先进的技术 和对接它的市场 我们不仅要引进外资 还要注重 引进内资 外资加内资 做成那套单腿 所谓内资呢 那就是国内的 一些先进的大企业 有的是中央级的企业 有的是各省的企业 有的是国有企业 有的是一些民营企业 有的可能还是 在国内的一些合资企业 那么今年开年以后 也就是在不久前 全国科技大会 结束之后 我们省在北京 举行了一次 调整经济结构 招商引资大会 这个这一次会议上呢 推介签约项目总投资 达到了一千亿多元 当场和中央直属企业 国内外著名的企业集团 签订了一百八十亿个 重大的优势项目 总投资达到了六百四十六亿 引进的省外优质资本呢 达到了三百四十七亿 这个还是演绎了一场 腾龙换鸟的 这个精彩一幕 他用两座山描述 人与自然的和谐 经济与社会的和谐 绿水青山可以带来 金山引资 但是金山引资 却满足到 如何统筹成乡 协调其余发展 中国经济大奖堂 本期主要加密 习近平 继续打开经济问号 现在我说第三个方面 是环境 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经济与社会的和谐 通俗的讲 就是要两座山 既要金山银山 又要绿水青山 浙江呢 山多树多 我们现在森林覆盖率是百分之六十 拥有良好的生态优势 如果能够把这些生态优势啊 转化为生态经济的优势 那么绿水青山 也就变成了金山引资 绿水青山可以带来金山引资 但是金山引资 却满不到绿水青山 绿水青山和金山引资之间 是有矛盾的 但是又可以辩证统一 这个我们过去老讲 那个对立统 统一对立 更多讲统一 雄长和一不可兼得的情况下 我们要懂得机会和成本 善于选择 学会洋气 现在讲建设 人与自然和些相处的 环境友好 自然洁 社会 就是要让绿水青山 源源不断的带来金山引资 就是这里头呢 我就说这是 这个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 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引资 坍树 砍竹子 是吧 绿水青山去换金山引资 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 机要 金山引资 但是也有 对 是